本台记者张苗报道 为了延缓新冠病毒的传播 加州政府在独立日前发布新令 禁止包括圣塔克拉拉县在内的一些地区的餐厅 在独立日假期周末提供户外用餐服务 这一新规定遭到当地餐馆营业者的质疑 纽森表示 加州酒精饮料管制局人员在独立日长周末 造访全加州6000家餐厅和酒吧 并告知他们违反加州卫生条例 圣塔克拉拉县官员表示 他们希望能与州政府一起解决问题 没有迹象表明 加州酒精饮料管制局上周末的行动 导致南湾餐厅再次关闭营业 但餐厅业主敦促地方官员 对户外用餐给予明确规定 据悉 圣塔克拉拉县提出要在7月13日 允许美发 美甲 健身房等高危行业重新开业 遭到州府否决 發育职业重新开业重新开业重新開业恋